德国柏林一家饭店内的巨大水族箱 清晨突然爆裂 水瞬间涌出 上千条热带鱼被冲到中庭 事件导致两人受伤 大部分热带鱼死亡 场面相当混乱 警方推测 爆裂原因可能是当天温差过大 清晨5点50分左右 德国柏林的历生酒店中庭 一个巨型水族箱突然爆裂 100万公升的水瞬间喷涌而出 箱内1500条热带鱼也被冲出 灌入大厅 部分热带鱼及爆裂的残骸 一路被喷到酒店外的街道上 酒店客人被巨响惊醒 约10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有两人因玻璃碎片受伤 送医治疗 警方疏散酒店客人及员工 封闭一条主要道路 并派搜救犬进入现场搜索 原本这座原住型水族箱高14公尺 号称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式原住型水族箱 位于一个拥有酒店 博物馆 商店和餐厅的综合休闲中心 其所在的酒店中庭 还装设了透明电梯 供游客近距离观赏 水族箱于2004年启用 当年建筑师曾强调安全没有问题 而水族箱在2020年才翻新过 消防队表示 在积水处找到了还活着的鱼儿 一共救回数十条鱼 已送到附近的水族馆 警方推测 由于当天温度变化过大 一夜之间降至零下十度 可能是导致爆裂的原因